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都会带来好运气哦 全球会唱海豚鸣的四位女歌手 张亮颖上榜 第一小玉花蝴蝶之称第四位 张亮颖张亮颖是一个纯正的四川辣妹子 她是四川成都人 也许是受到小时候的薰陶 在小时候就在一些寺庙 里面听一些法师唱经 而后来也在寺庙中度过了好几年的时光 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英文歌曲 应该是先天的原因 对于歌曲也是非常的敏感 也是偶尔的接触到一首英文歌 而这首歌是真正的属于对她的音乐的启发吧 也在后面因为优秀的原因获得了一系列的各种奖项 记得张亮颖在参加超级女生时 常常会选英文歌曲来比赛 虽然她本身就是一个实力歌手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 她不是一个学院出来的 相比别人的话还是会缺少一些积累什么的 但是她在不断努力 成就了现在 张亮颖现在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也是代表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厂家 她在中国流行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是将中国流行音乐推向国际的代表性人物 独特的音语以及在音乐方面的天赋 令她备受好莱坞的瞩目 张亮颖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发出海豚音的女歌手 并且张亮颖对海豚音的控制能力也在逐步的提高 听过张亮颖的海豚音的人 直接就给跪了 真的是实在太好听了 第三位 出生在英国伦敦东北部的雷顿布里奇区 11岁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和表演 那时便在戏区的音乐志峰之谷中担任角色 随后又加入了英国青少年音乐志愿 并注引了他们的作品随着 2003年 15岁的John C.J参加电视节目 英国的神奇天才 并拿到了最佳流行歌手奖 第二年他便考入培养过无数国际巨星的Brit学院 伦敦表演艺术与技术学校 欲爱到成为同学 一见看似顺风顺水 17岁的John C.J加入了一个名为So Deep的女子组合 并担任主唱 很快他又与You got a record 签约 并且录制了一张专辑 可是没想到John C.J作为一名有身份的艺人的好景不长 这家唱片公司不久便宣布破产 倒闭了 他的作品终究没能面试 但Jesse J并没有因此消失 他瞄准了幕后 开始以辞去作者的身份施展自己的才华 获得了身为创作者的成功 2005年索尼ATV公司将他收入麾下 期间 Jesse J为Justin Timberlake K.E. Chris Brown和Miley Cyrus等待他写过歌词 其中 由他扑取的Party in the U.S.A.连续28周 登上美国Billboard单曲榜 成为了Miley Cyrus的代表作之一 Jesse J的风格多变 音色完美且唱功非常优秀 完美的嗓音使他随意游走在流行乐 Arp Beat Hip Hop和电子乐之间 是英国先生代代表歌手之一 Jesse J也能够发出海豚音 但是Jesse J是一个歌唱 强调力度的歌手 在演唱中连同声都很少的运用 所以海豚音自然是使用的很少了 第二位 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拉 克里斯蒂娜·奎莱拉拉 出生于美国纽约是泰登党 美国女歌手 演员 童年时期 克里斯蒂娜加入电视节目名老鼠俱乐部 后开始演艺生涯 1998年与RCA唱片公司签约 童年为迪士尼电影 Melon演唱主题曲 Reflection 霍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提名 1999年凭借歌曲《What a girl once》 获得第42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奖 2002年凭借歌曲《Beautiful》 获得第46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女歌手奖 2006年凭借歌曲《The I am not no other man》 获得第49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女歌手奖 2010年自创歌曲《Bound to You》 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 2012年发行专辑《Lotus》 2013年为电影饥饿游戏2 辛火燎原现唱歌曲《We Remain》 2015年2月与乐队《A Great Big Word》 合作的歌曲《Say Something》 在第57届格莱美奖中 获得最佳流行组合奖 通年回归音乐评论节目 《美国好声音》第八季担任导师 克里斯蒂娜·奎莱拉以百变的形象 让她在时装剑里掀起旋风 如同她的音乐一样 时尚美艳的她经常改变造型装扮 给她的歌迷带来刺激和新鲜感 曾经被誉为时代之音的 Christina O'Kellaris 其实也会海豚音 和Jussie J一样 克里斯蒂娜·奎莱拉 也是个强调力度的歌手 所以很少用海豚文艳 第一位 玛丽亚·凯丽 玛丽亚·凯丽 是一名九十年代 就已经成名的女歌手 到现在 早已被风文乐坛篇后 Maria的歌曲内容涉及爱情 亲情 励志 圣诞 宗教等 类型覆盖了 Soul Pop Dance 第一座全美音乐奖 三十一座公告牌音乐奖 十二座Bed音乐奖 九座灵魂列车音乐奖 七五个八度的高唱音域 洛克克士的演唱技巧和过人的音乐天赋 俘获了世界各地众多怨迷的心 玛丽亚·凯丽 是歌唱比赛参赛者 最爱模仿的歌声之一 是女歌手心目中的共同偶像 同时也是许多艺人 梦寐以求合作的对象 但在多得风豪与奖项 也不足以形容凯丽的伟大与影响力 要说海豚音领域的绝对王者 那绝对是玛丽亚·凯丽 莫属了 她对海豚音的控制可谓随心所欲 在海豚音的基础上 可以还增加花枪 表示十分强大 像与花蝴蝶支撑 看完小编的这篇文章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下方评论留言哦 您的每一次评论点赞 就是对小编的肯定与鼓励 明天小编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内容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小编给你们笔线来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